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在今年的360行向前冲单元有新奇的体验 这是在台北万华夜市 有一位购物天王 他跟电视上的购物专家不一样 他只卖玩具跟生活用品 但他每晚摊位前都挤满人潮 不仅拥有高知名度 还被封为叫卖歌 就来看到在今天的360行向前冲这个单元 我们要由外景主持人魏华轩 带您来体验 靠一张嘴的赚钱绝活 拉开小门 中气十福 各种叫卖方式就像唱歌一样 带点趣味 目的就是要引人注意 不过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今天360行向前冲 外景主持人魏华轩 就要带大家体验这种靠嘴吃饭的行业 我感觉你很感激 玩具还要够摸满 比较不吃劳章我上养老院 小孩主持人 君哥 你知道吗 那个我为了找你啊 我在这个新庄绕绕绕 终于看到这个小仓库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边 开玩笑要赚钱 当然是要有门路的啊 听说叫卖啊 最重要的就是批货 我刚看到你在看这个 你今天要批这个吗 这个要带回去卖的 带回去卖的 这个很像一般的PSP耶 这个不是PSP啊 它类似啊 它是多媒体的播放器 那我今天可以跟你学 怎么样批货吗 可以啊 不然这样子啊 你要学我先 现在我先考试一下 好 我先看你的眼光到哪里 好 你现在给你一点点时间 你去找一下 这里面看你喜欢什么东西 你喜欢拿什么东西回去卖 然后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看你挑的东西可不可以 哇 我发现啊 这个叫卖仓库里面啊 批货东西什么都有琳琅满目 有电器 有讲踏车 有吃的 有穿的 什么都有 看我头都花了 瞧 滑旋逛了好几圈 到底挑到了哪些东西呢 耶 我找到我第一样要批的东西了 就是女生应该会很喜欢的懒人坛 嘿嘿 我找到了第二样我要叫卖东西了 猜猜看 这个是手电筒 还可以放音乐哦 我又挖到宝了这是我第三样卖的东西 行李箱 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花生费心挑出三种商品 感觉挺实用的嘛 不过咱们俊哥看起来怎么面有难色啊 师傅看一下这三样都卖的出去吗 这个比较难卖 这个 第一个我们夜市 我们是夜市我们是东西要进进出出嘛 嗯 我们晚上做完就要收回去 这个体积太大了 哈 而且你如果你如果一天要卖十个 你光这个就要放多少 我们仓库里面就要存多少 所以这个比较不适合叫卖吗 你这个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啦 这一组可以啦 这一组可以齁 现在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外面骑脚踏手 嗯 这个这个东西可以 对 然后这个前一阵的新闻有在有在爆蓝蓝蓝蓝 哦 可是这个就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冬天过了这个就没有用了 提好货后时间也接近傍晚时分 跟一般夜市摊贩不同 俊哥的叫卖摊 因为物品太多了 每次都得提早到厂摆货 不然会来不及开工的哦 我们摆东西 第一个 只要从外面看得到里面的东西 我们就不拆工 嗯 假设那如果是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你就把它拆掉 好 你东西才有办法让客人看到 所以这模型车反正看得到里面的架构 我们就直接摆上去就对了 对对对 那像这一台音响 因为它盖起来没有透明薄膜可以看到 所以呢 然后俊哥叫我说要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之后呢 才可以做现场的示范 所有商品注定位后 夜市人生也准备开演啦 不过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 华萱的表情怎么怪怪的 现在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叫卖的感觉 好像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上主播台 那时候 现在有所搞的自己脑机一边空白 现在呢 现在的感觉好像是第一次考试 当夜色越来越暗 人潮越来越多 就是俊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人家说像山看风景 楼海看海映 吃饭看楼店 爱随着你花金来这间 走开这边 爱随着你就看这边 明天我会拆着 红红柳烈 怕要把它拆开 怕要把它拆开 现在先来拆开这边 要买你买 要不买我等会 飞车载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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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吃油 不用吃水 不用吃电 算起来说 真的方便 放去冲冲冲 跟他买手 索冲冲 这家里在家的市 市是四行 市没大吃 市 市的市 市里在家就有贵 外面店头吃九十九 如果要吃米 你九十九 我看不出 打到桌上 不要说开九十九 我们就打在这间 比较吃 开五十 有人买来 五十块 一十五十 五十就好 五十你都点点 我给他吃点 洗洗涼 我像小小小小小小小 说你看我看 青棉框八卦拌 我只站在那里看 这个卫华轩就跳楼 给你看 五十没胜 四十没胜 三十没胜 打 开二十 二十有人买来 二十 都给他看 都给他看 还在等 我落桌好像不输 六十百 如果起床好像不输 投尾过得多 这样一句话 如果落桌一家人 电话说话 二十十岁就说 我会在台湾头 吃到台湾 鸡人头 吃到映春味 打下来 吃到鸡人头 打下来 鸡人头 都要打下来 一切都要打下来 十块就好 靠着独特的 olan 叫卖 一开口 就是笑话 就是顺口溜 而再吐槽一下客人 就能迅速炒热气氛 十块 十二 不过吸引客人目光只是第一步 想留住现场的客人 就得靠三比赎 只要客人加价 就要大方送上小玩具 独创的叫卖桥段 就连高档的3C产品也难不倒他 这些资源 FM所有机工人可以聘车台 MP3播放工人可以聘车和日君再来 好 资源高听影片播放 可以看看现在最前的赛事百度来 然后再看看纳仙园 我们一起脱身的小孩 这不错了 别说不错 骏哥又如连珠炮的叫卖声 真的是厉害厉害 接下来我们滑轩上场了 我说滑轩啊你可别漏气哦 这是你看电视的时候 是冬的穿毛毯一样 这是披带身上的 这有看里面有两个袖套 就是女生看电视的时候会冬 就可以穿这个不是布袋鱼 穿来的你就会买的椅子 来 地点椅子 那是会冬的时候呢 你就是穿 哎呦 好 来 这样可以看车啊 然后可以看电视 这边有口袋 口袋就是说你如果是要看电视的时候 遥控器你可以 口袋呢 口袋是在你后边啦 你自己打穿它啊 对啊 打穿它就不是说不要了 不好意思 我穿豆瓶啦 好 应该是喔 你穿的时候 是这样穿 对不对 知乎 对啊 是这样穿喔 对啊 在打电视的时候 还是冬的的时候 你就就可以这样 里面可以放饼干零食 然后这样看电视 这是购物台 两粒九百九 一粒是四百多块 今天剩菜买 今天有人要发芽吗 发芽就送东西 没买也没关系 有人要发芽吗 你也说没买就行了 没买也没关系 一百 一百 两百五十块 送飞吻吗 真的吗 他会走的啦 他会走的 还有买吗 两百五一叉 两百五两叉 两百五 两叉半 两百五 要加吗 三百三百 三百 好 三百一叉 三百两叉 三百三叉 好 就送给你了 哎呦 俊哥呀 三百块钱成交 已经算不错了 偷偷给他算一下 扣除批货架 华盛一开始就赚了快两百块钱 但别高兴太早 接下来的摩音棒看你怎么买 他又可以照又可以放音乐 又有警报器又三段式的LED灯 而且充满电可以至少八个小时不停放音乐 在台上炉了老半天台下反应出奇的冷淡 连俊哥都看不下去了 跳出来助阵更不惜成本送出高档赠品才终于 六百五卖出啦 心情真是一则喜一则优啊 因为亏本了解啦 碍于商业机密 俊哥坚持不透露成本到底是多少 不过才体验不到六小时 就让人见识到这嘴上功夫还真是不简单啊 我发现还真的不会讲 因为你有很多戏故人对不对 你当初在叫卖的时候 你是有跟谁学或模仿哪一个人 你才会这些噼里啪啦一长串讲话 要仔细想啊 因为每一个 你看很多叫卖 每一个人的口调不一样 习惯用语不一样 你去学别人的东西回来 不一定底下那个房门是好啊 我刚开始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每天想时都想要睡不着 每天想时想要睡不着 对啊 会失眠 这是一定的啊 那有 一开始是有一个底是因为 我爸爸妈妈以前也是做这个 然后我们也有 我们认识 我们几乎这个同行我们都会认识 然后也看过蛮多人做的 所以看过别人怎么做 知道别人怎么讲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底 然后再去想自己会怕掉 所以你算是耳濡目染心的 虽然从父母手中结下摊子时 压力大到 曾经在台上说不出半句话 但经历过了浪子回头的大彻大悟 让他更懂得要努力向上 做这一行之前 你之前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还没有接触叫卖的时候 没有做工作 没有做工作 那你每天怎么办 每天怎么生活 外面混啊 鬼混啊 鬼混 鬼混 那你那时候父母不会觉得说 这孩子都不会做事哦 吃饭哦 有没有担心 担心一定是会担心的 可是海南的话 每个人都有比较年少轻狂的一面 只是说什么时候开窍 我也只是开窍比较晚 原本住台北吗 没有台中 那为什么要来台北这边叫卖 离开以前的环境 哦 债主太多了 仇人太多了 所以呢 就赶快逃到台北来了 因为你 你如果 现实生活不可能为了我改变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改变 经过了一番心理挣扎 曾经爱打架 爱闹事 进出监狱六七次的俊哥 退变成了叫卖状元 现在他卖东西 没有黑道绑标 也没有明代为标 用独特的生意头脑 打拼出了自己的新人生 今天呢跟着俊哥 也就是我们台北的叫卖天王 一整天从批货摆摊 到这个叫卖 真的是很累耶 比这个主持节目很要累 因为呢 这个说起话来像 连猪炮 脑筋要动很快 说学逗唱 什么雄物啊 什么好笑的话 样样都会 尤其是我觉得 他在分享他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 让我觉得很感动 又要沉浸撕迷土羔羊 但是呢 有一句话印证了就是 成功永远不嫌晚 只要你的心够正直 你够努力的话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叫卖摊位 也可以变成一个 家喻户晓的叫卖天王哦 我好 我好